台东县陈公镇代表会副主席陈秋豆的住宅 在这个月13号遭人丢职了鞭炮 警方在17号逮到了犯案的盘行男子 他公称说因为跟陈秋豆有私人的工程纠纷 才会犯案 但是陈秋豆出面澄清他根本不认识这个人 怀疑是因为监督镇上新的公母工程 才会被部罚集团给定上 带着于服帽的男子 鬼鬼祟祟走到住宅前 点燃鞭炮就往屋里丢 这一户人家正是台东陈公镇代表会副主席陈秋豆的家 莫名其妙被丢鞭炮让他相当恐惧 陈秋豆认为嫌犯是遭人指使 为的就是近期备受关注的公母新建案 原本去年7月要完工却延荡至今 陈秋豆日前开会才说要到现场勘查 结果这个月13号家中就被嫌犯丢鞭炮 恐吓意味浓厚 警方获报后一周内就逮到这名犯案的潘姓男子 他落网后宣称是因为和他有私人工程纠纷 才会放鞭炮恐吓 但陈秋豆怀疑潘姓男子选在代表会开议隔日犯案 与公共工程有高度关联 也怀疑背后恐怕有部法集团撑腰 判检调能够深入调查该工程是否有涉及弊端 接下来有刘灵祥台东报导 除了 谢谢大家